您好 我是方建勋 欢迎跟我一起学习中国书法通识 上一讲我们聊了书法为什么要临帖 我给了你一些怎么临帖的建议 课程的最后一讲 咱们从临帖再往前走一步 我给你讲讲怎么进行书法创作 有些人听到创作可能会觉得特别难 尤其是初学者 临帖时间不久 基本功还比较欠缺的 天天面对古人的精彩 觉得能把蓝天旭领好就不错了 自己还创作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其实书法创作并没有那么难 哪怕是初学者也可以创作 今天这一讲 我会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 给你讲讲从临帖进入到创作的方法 在讲方法之前 咱们得先扭转一下观念 只要你把书法创作的本质弄明白 就不会害怕创作了 今天的人为什么会害怕书法创作 因为毛笔已经脱离了我们的日常使用 甚至今天大家都说时候打电脑 连硬笔都很少用了 但古代的读书人不一样 他们天天用毛笔 从小就开始读书超写四书五经之类 除此之外 读书笔记 信杂便条等也是要写的 这些都不是灵帖 都可以看作是创作 对他们来说 拿起毛笔写字 就像抓取筷子吃饭 总不能等到池水浸墨 成了名家了之后 再开始作文写信 即日记 所以你看 古人灵帖和创作是同步的 甚至连创作这个概念都很淡薄 他们小时候要灵帖 同时也要创作 比如作文就得自己书写 成年以后还要灵帖 同时也要应付各种公司场合的日用书写 也相当于是创作 正是因为每个读书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即便不是名家 一般人的书写水准也是不错的 今天情况不同了 毛笔的使用不是那么日常了 那么在现有的条件下 我们当代人如何能更好的去创作呢 古人的经验至少有三点对我们有启发 一是多多使用毛笔 努力让毛笔变得像筷子一样亲近自己 二是灵帖不可少 不管到哪个阶段都要灵帖 三是灵帖与创作可以同步进行的 不用等到灵帖零了五年或十年之后再开始创作 所以我们对待创作先要建立这么个信念 一开始创作肯定不理想 但是心态放松 不用着急 把眼光放长远看 只要坚持灵帖和创作同步进行 那么一天天积累 这个月就会比上个月好 一年后就会比一年前好 五年后就会比五年前好 书法创作就好像是个婴儿 它的成长要经历过一个时间过程 你不能指望一夜之间 鼓鼓落地马上就长大成人 既然迟早都是要迈出创作这一步 要经历从毫无创作经验到经验逐渐丰富 那又何必等到五年之后再开始呢 我主张 灵帖和创作同步 早一天开始积累创作经验 总比晚一天开始好 听我这么说 你可能心里打鼓 学书的初级阶段 灵帖时间不长 如何进行创作呢 走都走不稳 怎么还敢跑呢 我的教学经验是 可以进行一些简单创作 简单创作有两个要诀 一个是别贪心 从字数少的作品开始 第二是要有作品意识 一幅书法作品的要件不能缺 比如你最近在学习 东汉碑克历书朝侯小字碑 那么就可以从字贴里挑几个字 比如挑选两个字或者四个字 写成一个横幅或者束幅 或者是集成一个五颜对联 这就是极字创作 我在文稿区给你放了这样的极字示范 可能有人觉得 这不还是在领古人的字吗 是的 这确实是没有完全脱离灵贴的痕迹 但是这样的字找好之后 要写成一幅具有美感的作品 自己还是要进行一些琢磨和加工的 这种字数少的作品 每个字可以多次反复练习 其次 即便刚刚起步 咱们也得有作品意识 就算是极字 就算字数不多 也要讲究章法布局 落款甚至是前印 这些不会怎么办 要想有美感 也需要取法呼上 借鉴前人的 可以参考清代一炳寿 何少姬 吴昌硕这些近现代隶书大家的作品 这样简单创作 练的次数多了 逐渐你就有一些经验了 下次碰到节庆写个祝福语 或者长辈过生日写个寿字 或者夏天到了写把扇子 就可以轻松应对了 这样的简单创作 也是少字数创作 不仅适用于初学阶段 其实也适用于我们书法学习的所有阶段 你看一炳寿 吴昌硕 他们风格成熟之后的作品 也还是经常会写这样的少字数作品 而在初学阶段 因为能力有限 恰好可以用来多加练习促进创作 随着灵贴水平提高和书法学习的深入 你就可以创作一些字数更多的作品了 也不局限于几个字的极致了 我教给你一种创作方法 我叫它感觉顺迁法 所谓感觉顺迁法 就是在灵贴临到感觉进入状态的时候 顺着灵写范本的感觉 创作一幅事先准备好的文字内容 我们为什么要灵贴 因为想汲取范本的美感特点和形式法则 那么为什么自己写就出不来了呢 因为灵贴和创作之间 感觉往往嫁接不过去 感觉顺迁法 就是在灵贴过程中 灵得正上手的时候 把这种感觉顺利的迁移到创作上 这很像物理学里的热传递 感觉顺迁法 一开始的阶段 灵和创的纸张大小材质章法布局 最好是完全一致 就像是一对双胞胎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初学阶段的书法爱好者 往往感觉不稳定 字的大小一变 纸张一变 章法一变 灵贴的感觉 就不容易顺利平稳的迁移到创作中 而当字的大小 纸和笔 章法布局等因素 都不变的情况下 从灵到创 就要顺当的多 所以 双胞胎法创作 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 你灵成什么样 就创成什么样 这个方法 我让很多灵基础的学生试过 屡试不爽 在灵贴很短的一段时间后 也能很快进行创作 双胞胎法创作 适用于五种书体里的 任何一种书体 任何一种风格 只要你灵得出来 就一定能创得出来 通常 双胞胎第一遍的时候 创的那一章 会明显不如灵的那一章 等到第二遍的时候 就进步了 如此反复 多次灵习之后 双胞胎就越来越接近了 这个方法熟练运用后 那些学书时间不久的同学 也都可以进行创作 我在文稿区 放了一组初学书法的学生的 双胞胎法创作 都是一灵一创 你可以看看 经历了双胞胎法的创作之后 就可以进入更高阶段的 感觉顺迁法了 那时候 不用再被笔纸材质 字的大小 书法服饰等因素所限 只要在灵过帖之后 随手就可以创作了 明末清初的书法巨匠王诺 说自己是 一日灵帖 一日应勤索 他的意思是 学习书法 一天灵帖 一天自己进行创作上的探索 这句话给我太多启发了 为什么不是 一月灵帖 一月勤索 或者一年灵帖 一年勤索 因为时间间隔太久 灵帖的感觉 难以顺迁到创作里 相当于 热传地的管子太长 传到另一头都凉了 我自己习惯早课 也就是早晨起来灵帖 灵了一两个小时后 然后顺手就创作 不同形式的作品 而且也不限于是 一种书题 一种翻本 经常一个早上 变化着灵好几种悲帖 然后也创作很多种 到了灵帖和创作 都是经验丰富的阶段 其实就自由多了 学书法 好多人以为 要等到灵帖灵了好些年 基本功扎扎实实的 再进行创作 这个想法 貌似合乎逻辑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 创作反过来 是可以促进灵帖的 通过创作 不但更容易发现 范本的亮点 也更能激活 自己的敏锐感觉 扫除盲区 否则 只灵不创 久而久之 人的艺术灵性 就会越来越顿 甚至容易被遮蔽 为此 我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日游所寄 准备一些 有数行的书法性兼职 或者随意的书法小纸片 都可以 每天或者隔一两天 就用小毛笔 写上一段学书感言 或者灵帖心得 或者平日里的所见所闻 或者是工作备忘 这是清静笔墨 保持自己书写灵性的 一个便捷有效的好办法 这一讲 咱们说的是书法创作 我要请你记住 不能等到 灵帖灵了五年 或十年之后 再开始创作 灵帖和创作 可以同步进行 一开始 可以进行 简单的极致创作 随后 可以使用双胞胎法 进行顺先创作 最后进入到自由创作 当然 最好能日游所寄 清静毛笔 陶冶自己的灵性 和对毛笔笔性的敏锐